烤漆师傅玩水墨也能画出一片天地 家住台中北屯的盐聪熙 从事汽车烤漆工作长达30多年 再一次朋友介绍下 向水墨大师和木火学习水墨画 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 由于他的理念随心所欲 所以可以把玉米当成笔 烤漆包装纸当成宣纸来创作 也一样玩出一片新天地 向人姐说身后这一幅松河延年 比随意走自由挥洒 不说可能不知道水墨艺术家盐聪熙 用的不是一般的宣纸 而是汽车烤漆用的包装纸 尽管吸水性不佳不容易晕染 但还是让它玩出了一片天地 这是红墨下去刷的 这真的没法滴饰 没法吃饰 像这也这样 呼吸很多变 你知道吗 因为要染色嘛 它的渗透力 要渗脂渗进去 没法渗进去 它缓 缓脂 我们普通仙子 它有毛细孔 比较淡的 没法骑进去 要好几层 好几层 我有耐心 尝管它的一直玩嘛 我玩你这个词嘛 我有脑筋的怎么玩输你 老家在彰化二林镇 是农家子弟 国中毕业后 就到台中的汽车店 当起了考期学徒 一做就是三十多年 而一次在品酒的介绍下 向水墨行者和木火大师 来学习水墨画 并且利用工作休息时间 另行作画 也再次开启了绘画世界 虽然绘画的功力不长 只有十多年 但手法观念都相当的创新 甚至二林出产的玉米 都能够拿来作画 就看起来 怎么这个水流怎么这么奇怪 为什么这么天然的水流 哇 这么细这么好 然后我就找区块嘛 找区块就一直排列嘛 前面的石头 本来就是只有 它的轮廓我们石头就排列了 然后把它树排列上去 建成的排列排到最后 有一些消失的一些树 还是一些干燥的树 就是一想法在画嘛 然后就排列到上面一些荧物嘛 他表示这几年投注慈善会工作 对人生的体会更多 也反映在他的画作上 更加多元丰富 而如今他还在 风源的湖顿化中心来举办个展 要让更多人可以通过他的画作 来追求内心品气 这里这样台中采访到